天才達文西不僅是一位 藝術家 軍事家 科學家 更精通醫術 建築和工程 影響後代深遠 那麼目前在高雄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登場的達文西特展 今天還吸引了一群 來自高雄縣 屏東縣 莫拉克風災災區的學童來參觀 第一次這樣 它是寫邊打 達文西的鏡像文字 讓小朋友張大眼睛 非常好奇地觀察著 1比1複製的達文西手稿 在20世紀的直升機的螺旋 就是這個而來的 有沒有很像嗎 有 進入到天才達文西的世界 這一群來自屏東縣 和高雄縣災區的學童 全都大開眼界 它發明出很多東西 發明了哪些 發明了 那個像那些子彈 可以有三槍的槍管 達文西無論是繪畫 軍事 甚至是醫學 建築都相當有成就 透過邀請災區學童來探索達文西 更勝書本上的學習 就是比較沒有機會到接觸 這種藝術方面的 還有這種解剖科學的東西這樣子 等於算是給他們就是 在課堂上之外還有另外的方法 就是讓他們更開眼界 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贊助他們來參觀 那麼希望他們能夠對於 這一個達文西的各方面的情況 也會有所了解 達文西特展在高雄市登場 已經掀起一股熱潮 賽區學童透過導覽員解說 親自體驗天才達文西的世界 也的確獲益良多 新新聞陳嘉祥 李玉華 高雄市報導 有多大集合的 有多大集合的 不見 在本地上的海外 也有多大集合的